為了保障民眾各組的安全 國主保護委員會 調避處理政策 政策成立 為了保障民眾各組的安全 國主保護委員會調避處政策成立 國防會嫁女兒的時間 組織法要趕快過 籌備書成立 組織法過了以後 這個管理 委員會才真正的上路 公部門的跟私部門的 這一些個人資料事務的監督 查核通報 陳情等相關的這個機制 都要做很好的這樣的一個規劃 很歡迎中一個會期通過 國主法修法 免電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是主管機關 特別處理政策 要建議做計劃 修訂國主保護法 委員會公務 和府公務機關 國主以後頂頂的感度和查核 也有相關的教育訓練 人材保護頂頂頂的內容 各自法的這個作用法裡面 我們要如何也去做一個配套的 這個修正 在這段時間也都會是籌備處 那以籌備處的這個執掌 我們會來先進行法制的這個相關規劃 那因為憲法判決是希望三年內要形成 所以這個時間點會在一百一十四年的八月 我們會努力的往這個時間點繼續前進 原來八月要成立的國主會丟臂處 因為這個因素很成功大 目前關押是三十六的人 未來暗算會互貶到八十九的人 國主委員會會在這頂做計劃 完成相關的停輸後 要在那一百十四年八月要求的機関來 正式成立 記者總括不得